同样是冲撞警车 在台中远民41岁的无姓男子 违规停在红线上 遭到了巡逻远警上前盘查 一开始假意配合 结果呢 没想到趁着远警不注意 就冲撞警右机车逃逸 后来啊 这个是法网灰灰 车子的左前轮爆胎 男子汽车逃逸的时候 知人几例刚好赶到现场 当场被压制的 白色上衣男子被警方压制在地 尚靠狼狈落网 因为他吸毒心虚 拒检逃逸 早上八点多远警巡逻 发现路边一辆白色旧车 围停在红线上 相当的可疑 立刻上前蓝查 只是没想到男子一开始 假意配合 趁着远警下车 立刻加足了油门 扬长而去 车门都没关 男子直接将警用机车撞倒后 逆向逃跑 远警赶紧呼叫金王之源 嫌犯才逃不到一公里 就因为车子左前轮爆胎 无法继续前进 他还打算汽车逃逸 恰好支援警力赶到 火速将人逮捕 警方随后也找到男子丢弃在路旁的吸食器 将人依法送办 男子吸毒遭蓝查 拒减逃逸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最后是因为车子爆胎 无法逃了 才被抓 借讲知识节 台中报道